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华晨宇听到粉丝的呼喊后 要求他们再次高声呼唤 他明显对这个封号不以为然 甚至反论粉丝 不然呢 这三个字充满了疑问欲望吗 似乎在质疑 除了他之外 是否还有其他歌手配得上永远的神这个称号 这个事件背后反映出一个问题 即什么样的歌手可以被称为神 而又有多少歌手真的能够背负这个称号 华晨宇显然认为自己是其中之一 但这个观点在乐坛并不一致 在华语乐坛 要成为神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一旦获得了这个封号 歌手可能会变得高不可攀 失去了与大众歌迷的联系 而且 华晨宇被封为神似乎更多的是粉丝的独断 而非行业的共识 因此 这个封号是否具备权威性和代表性 还有单伤阙 值得注意的是 贫义首歌风神的歌手并不罕见 但他们往往只是昙花一现 与此不同 真正能在乐坛多年立足不倒的歌手也有很多 他们不敢接受神的名号 因为他们深植一旦成为神 就难以再与普通人建立联系 只能将音乐奉献给一小部分特定的听众 在这方面 华晨宇似乎是一个特例 他的音乐作品充满了实验性和独特性 不同寻常 难以被传统观众理解 他的音乐超越了一般人的认知 似乎只有一些超自然的存在才能欣赏 因此 他的音乐可能只适合某一部分人群 然而 华晨宇并不容易被归类 他的音乐作品与传统的歌手不同 更像是原生态的鬼畜或没有艺术导向的行为 这也使他在乐坛的位置变得模糊不清 华晨宇的出道之路充满了争议 他的自我嗨 自大和自恋 加上粉丝们的捧杀 使他迅速失去了作为一名真正歌者的初衷 资本和粉丝的推不住栏 让他沦为一名流量明星 而不再是一位纯粹的音乐创作者 然而 令人意外的是 尽管华晨宇的音乐作品没有传世之作 却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成功 他频繁出现在各种音乐综艺节目中 甚至坐在评委席上评判其他成名歌手 这种现象令人不禁思考 他的音乐作品是否真的值得如此高的评价 华晨宇的音乐风格也备受争议 他以高音著称 但有人认为他的音乐太窄 演唱时常变成刺耳的尖叫 而不是悦耳的歌声 此外 他经常改编经典歌曲 使之面目全非 引发了对他音乐品味的质疑 这种改编行为被认为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喜好 而不是为了保持人知人味的经典 对于一名出道已有十年的歌手来说 华晨宇的专业实力与声誉似乎并不匹配 他虽然是一名知名的头部歌手 但他的音乐作品与他的实际才华不相符 这种不匹配也使他的不然的态度显得更加自大和自恋 华晨宇的音乐表现形式确实与众不同 他的肢体动作和声音都充满了夸张 使他的表演充满了戏剧性 然而 他的音乐探索似乎只是模仿他人 没有独创性 演唱艺术虽然允许创新 但也有边界 一旦超出了这个边界 音乐将变得难以被称之为演唱 只能算作一种噱头 综合来看 虽然华晨宇在华语乐坛取得了一些成就 但他是否值得被封为永远的神仍然存在争议 他的音乐作品不符合传统音乐标准 他的表演风格太过夸张 使得很多人难以欣赏 在乐评人和音乐爱好者中 对于他的音乐才华持有不同的看法 华晨宇的自我风神态度和傲慢自大的言行也引发了质疑 他似乎在自己的粉丝和资本的支持下 对自己的音乐成就充满自信 然而 这种自信是否过于自负 是否忽视了他作为一个歌手的职业操守 成为了讨论的焦点 不然呢 这三个字 似乎是华晨宇对自己的一种自我催眠 一种不自知 不知羞耻的表现 他似乎忘记了 无论在音乐才华还是道德品行上 都需要谦卑和谨慎 不应该过于自恋和自大 在这个充满争议的背后 华晨宇的音乐表达方式仍然让人们无法忽视 尽管他的音乐作品不被所有人认可 但他的独特性和实验性使他在乐坛占据了一席之地 无论是喜欢还是反感 华晨宇都引发了人们对音乐的深入思考 总之 华晨宇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音乐人 他的音乐作品和自我风神的态度在乐坛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无论如何评价他 他都在音乐领域创造了自己的独特空间 这也让他成为了一个备受关注的歌手 在音乐的世界里 多样性和争议是不可或缺的 正是这些不同声音使音乐更加丰富多彩 华晨宇在音乐界的独特表现引发了对一些重要道理的思考 首先 我们可以看到 成功不仅依赖于专业技能 还需要真正的才华和独创性 华晨宇虽然有一些专业知识 但他的音乐探索更多是跟风和魔法 而不是真正的创新 其次 华晨宇的经验表明 成功不应仅仅依赖于粉丝和资本的捧红 粉丝疯的神虽然能够在一段时间内提供支持 但如果一个艺术家过于依赖这种支持 可能会失去自己的创造性和独立性 最终走向泛滥的流量明星之路 此外 华晨宇的例子也强调了在音乐和艺术领域 创新和突破边界的重要性 虽然他的音乐风格受到争议 但他敢于尝试不同的方式来表达音乐 这是值得尊重的 这也提醒我们 音乐和艺术是开放的领域 应该鼓励创造性和多样性 最后 华晨宇的自我风神行为提醒我们谦卑和谨慎的必要性 不管在哪个领域 自大和虚荣都可能导致自我膨胀 最终破坏个人和职业发展 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应该保持谦卑 不断学习和成长 而不是过于自恋和自满 总结 在华晨宇的独特表现 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和讨论 尽管他的粉丝们给予他永远的神的封号 但这个封号在夜内和观众中并不被广泛认可 华晨宇的音乐风格和表现方式 确实与传统的华语乐台有很大的不同 这引发了一系列的讨论和争议 首先 华晨宇的音乐风格和演唱方式被认为是不同寻常的 他常常飙高音 但这种高音并不总是受到欢迎 一些评论家认为 他的音域过窄 而且他的演唱方式更像是喊叫 而不是歌唱 这种独特的演唱方式引发了观众的不适和不满 使他成为了争议的焦点 其次 华晨宇以改编经典歌曲而温明 虽然他在编曲和配器方面表现出一定的专业知识 但他的改编常常被批评为过于夸张和悔经典 一些人认为 他的改编让经典歌曲失去了原汁原味 而变成了他的个人噱头 这引发了对艺术家应该如何对待经典的讨论 然而 尽管华晨宇的音乐和表现方式受到争议 他在华语乐坛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他的歌曲虽然不是传统的经典 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观众的注意 他的独特性使他在众多歌手中脱颖而出 尽管他的成功方式不被所有人接受 综合而言 华晨宇的例子提醒我们 音乐和艺术是多样性的领域 不同的风格和表现方式都应该得到尊重 然而 成功不仅仅依赖于独特性 还需要才华和创新 此外 艺术家应该保持谦卑和谨慎 不过贩子恋和自满 最终 观众和评论家的反馈将决定一个艺术家的成就和地位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娱乐明星 敬请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之 quem你责开 老板里面 Carroll 感谢观看